他在往生之前 自己抱饺子 大家在一起吃饭 还把女儿叫来 把侄女儿 写签的人都叫在那里 吃完饭之后 他在椅子上双腿一盘 告诉大家 我走了 就真走 没有生病 说一声 我走了 就真走 那个时候 向下很艰难 很困难 所以海鲜老后生只是用过板定了棺材 把他母亲安葬 但是心里面一直感觉着太草率 对不起母亲 八年之后 环境好转 还想到这张事情 要不要母亲改葬 礼杯 做个经历 那么把坟墓捞开 棺材打开 人不见 她母亲不见 棺材里面只剩下其能力 定棺材 钉子 人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那么这段事情 这段事情 让别人想到 是大魔术所死 大魔术所死 大魔术所死 见到大魔术所死 大魔一只脚 穿着插下 另外一只脚 赤脚 告诉她当时见到一段落 大家听得很纳闷 大魔祖死坟墓 明明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会见到她 于是大家 把坟墓倒开 棺材一掀开 果然是 如她所说的 棺材不可生意之操心 大魔祖死 事情不解 证明她不是说忘了 就是这样